好 我们现在开始讲那个 下一章啊 然后这一章是什么内容呢 这一章是记上一章的一些序章啊 另外一个一个一个 比较类似的一个章节是档案和目录管理啊 上面是档案属性和目录配置 这个是档案和目录管理 所以其实啊 刚才那一章我已经把那个 很多命令已经提到我了 而且已经讲的比较全了啊 这一次啊 这个章节我只是把之前没有讲到的部分再补全一下啊 好 那我们现在讲一个和命令无关的东西 一个叫做环境变量的东西 环境变量是什么呢 如果你熟悉文字操作系统的环境变量的话啊 你对文字系统研究比较透彻啊 有大概五年到这个这个八年的这个使用经验和技术探索经验的话 你肯定是听说过环境变量这个东西的 所谓的环境变量呢 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当你要执行一个命令的时候 你是否要把命令的路径敲全了 就是你是否要这个输入绝对路径才能去执行这个文这个文件啊 执行这个命令 你是否可以直接输入这个命令回车就能执行这个命令啊 你是否可以直接输入这个文件名按回车就能将这个文件跑起来啊 这个就是一个呃是否存在于环境变量下的区别啊 好 我们现在用windows来做一个这个举例啊 我觉得windows的举例会比较清楚一点 因为windows底下也是有环境变量的 我们现在先到windows底下的那个黄金变量设置的地方 看一下windows的环境变量里面设置的是些什么东西啊 那不对 点错了 啊 文字底下这边有这个环境变量啊 然后环境变量底下啊 这里有个temp这里有个tmp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user variables for christian啊 christian是我的用户名啊 这上面下面就是用户变量啊 就是用户变量 然后你双击了以后呢 啊 你可以看到一些信息 对吧 然后再往底下拉 再往底下搭啊 这个底下有些系统变量啊 上面是用户变量可以看到的 上面是用户变量 下面是系统变量 那环境变量这个东西啊 在linux底下啊 其实也是有区分的啊 这个变量啊 是用户自己定义的变量 还是这个系统环境本身就存在的变量 虽然windows底下的环境变量和 那个linux底下有点有点区别啊 windows底下会区分这个user 用户变量和系统变量是因为啊 用户变量只对于用户本身 登录的这个用户对用户本身生效 而系统变量是对整个操作系统 不论你登哪个用户上去啊 整个操作系统都生效的变量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系统变量里面有什么东西 主要看这个系统变量啊 用户变量你可以自己定义的 也可以看到这边很多都是user profile 下面的东西啊 user profile知道是什么东西吧 user profile是这个东西啊 环境本来讲到这里 我还是要多讲一下 要不然在这个windows底下不能理解的话 在这个linux底下就更难理解了啊 user profile就是这个 user profile指代的就是c盘-users-你的用户名啊 就是user profile百分号 他这个变量所指代的路径 然后底下是appdata就是这个 然后local temp 这个东西 就是你用户的环境变量啊 用户环境变量一共就两个 就这两个 这个所谓的环境变量有什么好处呢 所谓的环境变量有什么好处呢 这里先不说啊 我们先看一下系统变量 和环境变量和这个用户变量的区别 用户变量就这么两个 系统变量有很多 系统变量 我们把这个这一点粘出来 我们把这个行粘出来 然后这边 它里面其实刚才粘出来 它里面其实就是这么一段 它里面就是这一段 诶 等会 它里面是不是 内容有点简单 不好意思 我刚才说错了啊 不是刚才那一段 是这里的一段 这个past这个地方才是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的这个本体是这一块 上面那个表上面差点 我想怎么有点不对的 然后我们让它换一下行 要不然看不清楚 可以看到这边 每一段 这个环境变量之间 都有一个这个这个分号 分开来 如果我们把分号擦掉的话 我们把每个分号都擦掉 然后换个行的话 你就能看到它里面一共指定了多少环境变量 还有吗 没有了 嗯 ok 好 这个 环境变量啊 特别是系统环境变量 它最大的用处就在于 当你执行它这个指定目录下的文件 执行它这个目录下的文件的时候 你不需要把文件 名书完整你就可以执行它 我们打个笔啊 就像我刚才新建的这个 TXT 新建这个记事本 我是在这里输入 notepad 回车 就可以执行了 就执行出来了 为什么我不需要 为什么我不需要 非得 把这个路径输全了才可以 这个是指代什么文件夹 我们看一下 这个其实指代就是c盘windows这个文件夹 那么为什么我执行刚才这个记事本的时候 打开记事本的时候 我不需要把这个完整的路径去输全了 我只要需要在这边输入notepad就可以打开了 我每次都要输错一次 那就是因为你在这里定义了这个环境变量 你定义的环境变量 就意味着 当前这个目录就是执行文件的初始路径 可执行文件的初始路径 在这些路径下 如果你要跑什么东西 你不需要把他的绝对路径输全了 就可以跑起来 比如说到这个路径下 如果我要执行powershell.exe 我只要 在这边 输入 试试看 这个就不好说了 因为我没用过 对 你就直接可以执行 这个文件 而你不需要把这个整个一个一个路径 粘在这里 然后再输入 powershell 你才可以打开这个 但是 如果 如果你要执行一个文件 他不包含在这1234这四条路径以下 比如说我现在在桌面 新建一个 我在桌面上新建一个1.txt 我们里面再输入点内容 两个一 好吧 那我现在要直接在这边执行1.txt 那肯定会报错对吧 肯定说没有这个文件 那么你要让执行1.txt 的时候 他直接能回车出来 你怎么做 你可以放到这个底下任意一个路径下 我们保险一点 我们就放到这个路径下 C版 工作 Systems 32 我们就放这个路径下 好 我先放这里 我们可以试一下 1.txt 哎他就直接可以打开了 对吧 他被当做是当前路径下 就是最近的路径 他直接可以从这个底下打开 这是一种方法 另一种方法就是 我们将这个 文件啊 放回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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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我们可以在这里环境面量里面 继续输入一段文字 输入分号 然后 到用户的桌面来 那用户的桌面是什么呢 用户桌面这个地址比较长 对吧 我们记不住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 从这里复制一下 我没复制过来 这个是user profile user profile 直接进入到这个目录 然后他的桌面 好 那就user profile叫桌面 点出去了 好 在系统变量里面 但是要注意系统变量里面 你设置的变量是对所有的 用户都生效的 所以一般其实不应该 这么去设定啊 但是我们现在先试一下 然后 Besca top 好 设置完 但环境变量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重启系统才生效 我现在已经把这个我们现在当前用户桌面 设置成这个 这个环境变量的一个一个一个 可卷路径 那么现在如果我 这个再在这里数点1.txt 那是不行的 好吧 那说明还是要重启系统才能生效 环境变量 因为它是一个环境系统 环境变量里面是 设定系统级别的东西 它不重启一般是不会生效的 那我这就不演示了 因为 我们现在主要讲是minux 而且 我很确定它重启就能生效 为什么刚才这个我直接把文件复制到 它已经现存的这个 环境变量路径里面 就不需要重启系统就能生效 我们先擦掉它 那是因为我没有对环境变量做任何的改变 我只是放在它预设的环境变量的路径底下 那个是不需要重启 好吧 好 这个windows的这个虚拟字打开 我其实也就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叫做什么是环境变量 然后 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实验 我觉得好像 再说的多一点会会稍微清楚一点 比如说 如果我现在在环境变量允许的情况下 我在这个地下 这个是用户的环境变量 我在这个地下 对这个路径小 我把1.txt移到这个地下去看能不能执行 估计不行 用户变量是不一样的 好 那么环境变量大致就是这么个概念啊 主要是系统变量 系统的环境变量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系统环境变量是对每一个 用户登录的用户都会生效的 因为它是系统级别的 好 那么理念子下也有这样的概念啊 我们现在已经对路径的这个 呃 这个呈现是有一定的了解 它路径是这样呈现 对吧 杠 然后 后面跟这个文件夹 文件夹文件夹 一路下去 那么 minus以下有哪些环境变量呢 主要是系统级别环境变量 echo这个命令 echo这个命令是什么用啊 我们在这个 显示一些东西前 先说明一下echo是什么用 echo就是显示你想显示的东西 比如说我想echo 嗨 you 咱不知右语法 好 他这边就会屏幕显示出来这个东西 他就直接给你显示出来 如果你想echo其他一些类型的东西 他也能根据你的需要去显示 这种东西 咱们现在可以不用管他这个是什么东西 其实这也是个环境变量 然后我现在echo 然后我现在echo pass 好我们现在立刻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我们看到一些东西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他这里和windows下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不是用冒号啊 他不是用分号分割的 他是用 这个冒号来分割的 冒号之间 两对冒号之间 就是一对环境变 就是一个环境变量 然后 在这些路径底下 在这些路径底下 如果你有一个可执行文件 或者说简单说就是你有一个应用程序在底下 或者你有一个命令工具在底下 就像ls这种 你有一个命令工具在底下 你就不需要输入绝对路径去执行它了 我们解决简单的例子 我们看一下这个 user bin下面 我们看一下userbin底下有什么东西 你看到了很多熟悉的东西 你甚至于看到了 这个 这个 呃 看一下 有没有 这个命令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看到啊 在前一章有提到过这个命令 但是我想找一下大家熟悉的命令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pwd吧 这样是这样看起来可能比较 困难啊但是 可能还是还是大家这样看一下好 这个sudo在这看到没 这种命令 然后 呃 这个pwd我看在不在 因为他不在这个文件夹就在另一个文件夹里面 pwd不在这 好那么看另一个文件夹 sbin 我们其实还是应该要找一些熟悉的命令 ss这些都是执行的可执行的命令 但是我却没有看到一个 现在大家熟悉的名字 我看看有没有 我筛选一下 cd有没有 cd是另一个名的p的一个点 这可能都在其他的那个 这些命令 是在另一个目的里面 但是不在这 但具体在哪个哪个路径下我是有点记不清楚 我们看一下这个 呃 再看一下反应变量 看看还有哪个路径下可能会有东西 userlocalbin sbin ls 啊这底下有 这下有 有有有 这里有太多熟悉的命令 刚才路径错了 mkdir 有了对吧 然后su也有了 这个都是刚才用过的命令 pwd也有了对吧 df-h df也有了 ln-s ln也有 ls也有了 echo甚至echo也有了 好 那么为什么 我们在 执行ls的时候就直接可以执行 而我们不需要输入bin ls的 虽然执行的结果是一样的 虽然颜色有点不一样 那么 这就是因为 这个 -bin 斜-bin 它这个 路径 其实已经被包含在这里了 已经在 被包含在这里了 所以 在这个里面啊 环境变量里面存在的路径 你底下的文件都可以直接执行 不需要 这个绝对路径都敲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环境变量 所以 通常我们知道这些应该已经足够了 如果 如果你自己安装了一个类似于ls这样的命令 你是从网上下的 它可能能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你可能用它有其他的用途 但是它却 不在 你安装的路径安装完以后 你发现它却不在这些 预设的环境变量的这个路径底下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不能改变你的安装路径 那你只能在这添加你的环境变量了 你只能多添加一个路径 至于怎么添加这个路径 我刚才才在文中看到 觉得它这个命令还是挺好用的 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 我看下它这个命令在哪 书上前面这边提到的 说是 我们试试加一下 找路径 找这个文文文本有点累的 path path 冒号 这个home 我们创建一个存在的路径 test test不在 没有这个问题 好这样加好了 然后这时候再上环境变量 这里面是不是在冒号以后 又多出了一个 是吧 这就是我现在加上去 虽然它没有立即生效 但是 至少我可以用这个命令把它加进去 这命令什么意思呢 我们刚才看到 echo 这个doll和path 可以查看你现在当前目录下的这个 环境变量的内容 然后 这个doll path 它本身就是一个变量 然后这个变量里面包含了这些环境变量的内容 然后echo一个变量 就能查看这个变量的内容 就像刚才输入过 这个echo language 对吧 默认的语言 语言的编码 那么 我刚才这边的path等于什么 是什么意思呢 在linux底下 如果你经常写 写脚本你会知道但是相信大家现在还没有这个 写过 这个linux底下你去定义它的一个变量啊 就是 你去定义它一个变量的时候你可以用 这个变量名 这个变量名 比如说 那个 这个xxx这个变量名 等于 比如说等于 echo 123 好吧 就是 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立刻定义一个变量名 叫做四个差 然后四个差 如果我去 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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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输入四个差 就等于我输入了这个 可以吗 我们先看一下效果 啊我知道了有点问题 你如果要执行这个命令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这时候我们在echo 变量xxxx 当它变成变量的时候 它就变成变量xxxx 然后这里是一个 定义变量 定义变量的时候你前面不用加dolv 但是它被定义好以后 你要去引用它的时候 你前面要加个dolv 才是引用它这个变量 好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会执行这条命令 输出123这个字符 那你现在就立刻定义了一个用户变量 对吧 嗯 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预设的变量 好 所以 这条命令的意思是什么 这条命令的意思就是 我前面这个这个我前面输出的这个变量啊 是是这个 是这么一个内容 但是我现在要在前面这个基础上 我要加上这个home gong chris这个 到环境变量当中 那么是不是就相当于我定义原来的变量啊 变成原来的变量值 冒号 再加上新的一个 环境变量的路径 对不对 那么它就在现有的这个内容的基础上啊 现有这个内容的基础上 在后面 加上了这段文字 就变成了 现在这样的结果 所以这条命令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但是如果这个没写过脚本 理解起来稍微有点困难 好的 环境变量就是这么回事啊 我们环境变量讲了好久啊 我本来还说了那个半小时的讲完的 环境变量好像就讲了15分钟了 但这个是这块真的很重要 这块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好好理解一下 然后关于这个有多少这些环境变量啊 这个其实是有一条命令可以列出来的 但是我现在忘了这条命令是什么 如果到时候我查到的话 可能会加在这个 教程里面啊 做字幕做上去 也是一个 一个一个命令还是一个echo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你可以看到所有预设的这些变量 好我们继续往下 下面的话就是一些命令啊 接下来可以脱稿说了 基本上不需要这本书了 底下我记得一些备注 除了比方整理变量以外其他都是命令 先说一下刚才提到过的啊 上一章提到过的 这个ln ln是什么呢 是建立快捷方式 也就是linux底下叫做建立链接 然后ls ln-kong kong s是建立软链接 好像是这么拼的 symbollink 忘了怎么拼了 啊 就是建立一个软链接 那么linux底下的这个快捷方式分为软链接和硬链接啊 硬链接其实就是 呃 这个你创建的快捷方式里面其实也包含了这个文件的大小啊 就是如果你这个 呃 快捷方式是链接到一个文件夹 然后这个文件夹大小可能是8兆 那么你创建硬链接的时候 他的这个 硬链接快捷方式他也会也会是8兆啊 然后我不打算多提硬链接这个问题 因为 我们工作当中啊或者生活当中我们99%都是想建立一个没有太大大小的可能只有1k左右大小的一个快捷方式而已 我只是想链接到那个文件夹 所以我们一般都只建立软链接啊软链接就是我这边输入这个ln-s 好控个s 控个-s 然后 然后输入你想链接到的文件 链接到的文件夹 我们刚才其实有这么一个文件夹对不对 那我现在就想链接到这个里面去 我就想链接到这个里面去 可以吗 可以 但是为了 区分起见啊 为了就是让大家能直观的看出来 我现在里面先放一个文件 文件进去 放一个叫做 txt 好吗 放一个文件进去 那么你现在到这个目录底下去就能看到这个文件 然后我现在创建一个软链接 r-s r-s 这里先设定你要链接到哪个文件夹 然后再设定你要 这个快捷方式的名字 快捷方式名字 那我就叫temp fast 好吗 好 你好 这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名为tempfast的一个 看似是一个文件 其实它是一个软链接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一个软链接 对 你可以看到一个软链接 而且这个软链接 也就是所谓的快捷方式 它是指向这个目录的 好 那么我现在到这个里面去 你看看你可以看到什么 对你可以看到就是刚才我在这个 路径下创建的一个文件 对吧 所以软链接就是这么个作用 那软链接就说完了 软链接没有太多要说的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其他几个常用的命令 啊常用的命令 Windows底下我们知道经常会用到复制和粘贴 对吧 或者说这个复制移动有这两种操作 那Mac底下没有粘贴这个概念 你只要去执行了复制这个命令 它自动就粘贴到你所指的那个目标路径 那么我们看一下怎么操作 先看自己目标在哪 我先退出去 然后我们现在创建一个文件夹叫做lab 不对不对 暈了 lab 大写 好现在我们一些时间都在里面来做 现在我是在lab这个文件夹下 然后我这边先创建一个文件 创建一个1.txt 那我再编辑一下 还记得VR编辑器吗 按哪个键是进入编辑 insert按i 然后这里面我也写一下 写很多e 然后esc是推出编辑 按两下zz大写的zz 是这个保存文件 那么现在你就可以看到文件里面有这些 字是吧 那我现在要复制一个文件怎么复制 最简单的我在同级目录下复制的同级目录 我可以把 1.txt 我复制成1.txt 复制成11.txt 那这时候你再查看它 好内容是一样的 但其实不是同一个文件 因为你可以看到两个文件 对吧 好 那么 如果你要复制到不同入境下怎么复制呢 cp1.txt 对吧 我们复制到哪呢 我们复制到我们现在是在哪 然后我将它复制到 root底下还有个folder文件夹有印象吗 在很深的地方对吧 接下来就没有了 这就是最深的级文件夹的 我复制过去 这个复制的 复制这个命令它的格式就是cp cpy的意思 原路径 或者说原文件 然后 目标路径 记住这边是目标路径 原路径 这边指的就是你想拷贝的东西 如果是个文件夹 你就写一个文件夹 当然文件夹前面这边要加参数的 但是这边毋庸置疑 这边 cpy 一共也就 原路径和目标路径 这两个路径 原路径 它如果是要复制一个文件 它就是一个文件 如果是一个文件夹你就写一个文件夹 然后目标 目标它不能是一个文件 因为你要放到一个路径下去 它只能是一个文件夹 那么文件夹就是这样一个 看上去比较 演书的一个文件夹 好 这样就完成复制了 接下来我们到这个路径去看一看 好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已经进去了啊 但是这个文件内容是不是这个呢 是不是一样的 啊 不得我没出钱 啊 对吧 内容也是一样的 那我就复制过去了 好 然后 这里还要提一下的就是 我们现在只是复制一个文件 如果你想复制一个文件夹过去呢 文件夹里又有东西呢 好这里就要提到另外一个常用的参数 那我们现在是在lab文件夹下面 对吧 我们下面有两个文件 我现在 在这里再创建一个文件夹 叫做 lab inside 好吧 内部的一个实验室 好创建完了以后 这文件夹就在这边出现 在这边出现 然后我先把这个 1.txt和1.txt 我全部复制到 lab inside的文件夹里 好这时候 你查看这个文件夹里面就有这两个文件了对不对 这个没有问题 同时我们现在这边也能看到了文件你可以同时复制两个 前面你写几个路径都没关系 写几个文件 几个文件夹都没关系 前面 只要不是最后一个 前面都是被复制的对象 然后只有最后一个是目标路径 所以最后一个只能是文件夹 前面一个 是文件夹还是是路径 还是文件夹和路径都有 都可以 问题都不大 那么现在我们要把整个lab inside复制过去 你如果直接这样操作的话 我们还是复制到那个 root folder test in test out 我们还是复制到这个路径下 好 他会提示什么 他会提示略过目录 lab inside 那我们要看一下他复制的结果是什么样 他没复制过去 对吧 他没复制过去 但他为什么会提到略过呢 说明他还是能略过一些东西的对吧 好 那么如果你让他不略过你怎么怎么做呢 好 我们现在 再看一下 这底下有这两个文件对吧 然后这底下有什么问题 只有一个问题 好 那我现在在这个路径下 我再创建一个 比较醒目的问题 叫做 啊 点txt 好 那么现在就有三个问题 如果我复制 a.txt 我同时再复制lab inside 然后我再将他复制到目标路径 folder test1 test2 他说略过目录啊 这个时候略过目录是有用了 刚才略过目录是因为只不复制了一个目录 啊只复制这个目录 他也就全部流过来 但是当你既复制目录又复制一个文件的时候 你会发现 好像我手动书了 好像 找不到那个 哎 你会发现这个文件被复制过去 但文件价没复制过去 所以 如果 用cp进行复制的时候 你没有加任何参数的话 他默认只会复制文件 他不会复制文件价 他更不会复制文件价里面的文件 那么你还全复制过去怎么复制呢 是这样的 那我们首先先清空一下 还记着这个命令吗 我们先清空一下 这个test1 test2下面所有文件 但是这样的话 好像就把test2给删了 我这个操作是有问题的 让我们看一下 test2还在吗 我果然把test2给删掉 为什么会把test2给删掉的 那是因为 rmkf他就是删你 后面跟的这个路径 啊 那么他就是把这个这个文件价给删了 你要删的就是这个绝对路径 这个文件价 那我们现在再把它创建回来 这个问题不大 好 这个文件价回来了 这时候 但这个文件价是空的 对吧 这时候我们加一个-r参数 -r参数 然后啊你底下有什么东西呢 你有aa-txt 对吧 你还有lab这个文件价 你还有1这个东西 你还有1这 哎 你还有1.txt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将它全部复制到root order test1 test2下面 好 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一下 一个文件夹 两个文件都在了 而且 这个文件夹下的文件 也都在 这就是-r参数 -r参数 刚才其实 在这个rmkf里面也已经 用到过了 就是地规 只不过这边是地规删除 然后这边是地规复制 之前还有地方也用到过这个地规功能 但是那个地规呢 还记得吗 cf -r 这个r是大写的r 有时候这些东西很容易混淆 但是用多了你就不会有control 好吧 这些东西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